姐 我们到了 来 进屋进屋 你好 我给两位正式介绍一下 林兴华 我林大哥 刘影 刘大姐 你不喜欢这种类型 还行 还可以吧 还穿着我左窝呢 丑就不像一丑 这也是绿座的这家精神 丑的素质挺高的 这房子也看不出来 我这没房子 房子在我儿子那房子 一个儿子 工资3500 有医保 也可以 就是说他没房子 他没房子三天 你要是两个行都挺好的话 那上我这儿住也行吗 那你住房子的话 也要不得一千万块钱 相亲的一开始 林大哥就直率地表示 没有演员 但听到刘大姐接受自己没房后 林大哥的心理 对刘大姐的好感多了几分 但随后再聊到老保这事上后 现场的气氛 却开始有些尴尬了起来 你在哪儿退休的 没有退休 没有退休 没有老保 能存户口 也没办老保 有社区医保 还没医保 能存老保就是100多块钱 对 每个月姑娘也给500块钱 2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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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老保 你咋能处当的亲 儿女不给你钱 你不得瞅 但儿女不能不给你钱 不是 给咱也不能 你挣了1000块钱 拿车那个孩子 要是说有退休机 还自己有房子 就怕他挑进咱们说 你看你没个房子 你说我没房子 我不要女房子 我不是要女房子 那你住还不行吗 那你要住都不行 这人能跟他住 他能不挑进咱们 他就不挑进咱们那房子 那现在 没房子也好找 就平常也是好找 林大哥觉得 刘大姐没有退休金 如果两个人走到一起 自己这3000多块钱的工资 怕是有点紧吧 虽然刘大姐的儿女 每个月给1000 但毕竟还是不如老保准成 我现在想找一个有老保 两个人能搁的一起 完了冬天我想上南方 夏天在北方在 有的不就这样事的吗 也有给我介绍的 没老保 人家也不干 再说 姑娘要是给医院给那俩 给那点钱 她也不是开工资 开老保那个钱 属于自己 孩子给你行 我不给你 也是不行 像她这种想法 你都一般都找了 多少都有点老保 对于林大哥的担心 刘大姐表示自己完全可以理解 如果换错是她 可能也是同样的想法 既然林大哥对此介意 最后两个人决定还是做个朋友 更为合适 所以 勿矩 一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